喂 网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大老师 咱们再来说几句朱军的性骚扰案 朱军老师的这个性骚扰案呢 是昨天一审的结果也出来了 北京的这个海淀区法院驳回了原告周小姐 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选子 这个选子不是那个歌手选子 就是一个叫原名我们就不说了吧 我们就叫他选子啊 一个普通老百姓央视的一个这个实习生 驳回了这个原告的这个一审的这个上诉的请求 也就是朱军所谓的他的这个对原告的这个性骚扰不成立啊 警方最主要的这个公布的调查依据呢 是因为之前取证过程中对于这个原告 也就是选子一物上的这个调查啊 几番下来没有发现这个朱军任何的这个DNA 整个这个案子的话呢 我今天看了一下网上的话呢 大家意见基本上还是两派啊 说什么都有 当然基本上目前来说 但凡有个社会新闻出来啊 基本上我看大家也就是 都是这样 有挺的有骂的啊 我来说一下我的感觉 咱们来聊聊这个事啊 朱军这个消息的话呢 其实已经不新鲜啊 2014还是15年吧 反正拖的时间挺长啊 整个那个案子拖了拖了反正说非常长的时间啊 拖到现在是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我首先想说整个的这个案子给我的感觉呢 有点啊让我想起了这个另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案子啊 就是轰动全美的那个橄榄球明星OJ Simpson杀七案 大家知道美国不是有这个四大这个体育联盟吗 对吧 棒球橄榄球这个冰球和他的这个 和这个NBA篮球啊 基本上来说 如果你要是随便问一个美国人 你说最代表这个美国人 这国家精神的一个体育项目 他一定会告诉你是橄榄球 而不是这个可能我们中国观众更喜欢的这个NBA啊 不是篮球啊 一定是橄榄球 因为橄榄球呢 代表了美国人那种这个勇往无前 这个横冲之状 碾压一切这个阻挡他的东西啊 就代表了美国人这样的一种这个 你可以把它说成是自信啊 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勇敢 而且呢带一点这种霸道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精神啊 橄榄球明星的这个地位的话呢 和其他的一些这个超级体育明星的地位一样 非常的高 OJ Simpson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橄榄球的一个超级明星 所以当时的话呢 整个的这个 Simpson的这个杀七案 轰动的轰动了全美国的这个审理 最主要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 是这个 他本身的这个超级球星的身份啊 特别引人关注 而更主要的呢 是因为他是一个黑人 所以说啊 当时整个的就是说 这个大量的 你发现这个黑人和白人 对待这个OJ 整个的一个杀七案的这个立场啊 完全是相反 黑人都一边倒的站在这个 Simpson的这边 觉得他就是这个无罪的 然后那个白人的话呢 都觉得这个 就是用事实说话 事实证明的话呢 确实有罪啊 整个案件的这个焦点 就是在于啊 最后警方找到了一个 一只这个血手套 就在这个 Simpson居住的这个自己的家里面 找到一只血手套 这个血手套上面的血迹的话呢 有这个 他的 这个前妻 包括他的那个好朋友 那个狗们以及他的自己的这个血 三个人的血都有 包括还有这个 他前妻的好友 这个狗们的那个 这个毛发啊 就DNA的证据很足 而这个手套呢 和这个在这个凶案现场的 另一只手套啊 正好是一对 所以说应该说是一个证据确凿啊 但是最后整个的这个 长达九个月的这个公开审理啊 因为全是电视直播的 引起轰动啊 最后就是被判了这个无罪啊 not guilty 当庭释放 为什么呢 最主要的争议的焦点呢 就是在于说啊 一个呢 是这个这个案件啊 可以说当时掀起了这个 社会的这个巨大的分裂 因为说句实在的 这黑人的话呢 这个一直是被 被这个欺负的够呛啊 尤其在这个九十年代啊 不像今天的黑人啊 九十年代的黑人还是地位还是很低啊 还是非常非常低啊 所以说那个 大家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 都是纷纷在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而那个争议的焦点的话呢 就在于说这个 橄榄球的超级明星的话呢 大家知道啊 橄榄球是一个身体接触非常激烈的运动 而大多数的这个球星的话呢 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运动病 这个OJ Simpson的话呢 他自己就有关节炎啊 每天都要吃这个消炎药 才能够把这个关节啊 消肿 而在在这个公开这个电视直播的这个出庭的这个庭上审理 之前的那个一天啊 他就是没有吃那个药 所以那个后面第二天的话呢 当庭让他去戴那个手套啊 他整个的这个手啊 这个关节肿得非常厉害 这个我估计啊 也是律师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啊 就整个的那个画面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这个竭尽全力啊 想把这个手啊 伸到那个这个手套里面去 而且那个手套据说好像还缩了水 好像是淋了雨啊 还是这个进了这个水里面啊 整个又缩小了 所以完全就好像这个这个手套不是他的一样啊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啊 而且这里面最后的话呢 其实还有就是说这个整个好像已经是黑人的 这个好像民愿的这种民怨的情绪被煽动起来了 最后的话呢 虽然说争议巨大 有证据确凿的这个证据在啊 但是最后的话呢 还是被判了一个无罪 这里面其实很多黑人啊 就是咱们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明知道就是你OJ Simpson杀的人 但是呢就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啊 来这个为黑人的遭受到的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啊 出一口气啊 等于就是一个这个 借着这个机会撒一下自己的这个邪火 但最后的话呢 这个怎么讲 就是这个事情的结局的话呢 这个Simpson是被放了啊 但是在2008年啊 他因为这个持谢和这个涉嫌这个绑架 因为这样的原因的话呢 又被判重新是入狱 而且呢是判了33年的监禁啊 当然这故事还没完 最后的话呢 我会告诉你这故事结局是什么 咱们先说几句这个朱军的这个案子啊 朱军的应该说这个人的话呢 挺做作的啊 非常的这个 我我可以这个直接了当的告诉大家 我不太喜欢朱军这个人 非常做作啊 咱们换句话来说 如果今天这个案子啊 这个当时选子这个事情 如果出在崔永元的身上的话 那可能就是说这个 大家首先打一个问号 小崔可能吗 那至少说崔永元在 变成后面那个 所谓像公知一样的那种状态之前啊 他整个这个人我还是挺喜欢的啊 一直是感觉这个挺为大家说话的 包括李承鹏的话 其实在做这个记者啊 足球记者期间 他其实整个的 我觉得那个状态 也挺讨人喜欢的 只是后来的话呢 越来越钻牛角尖啊 这咱们就扯远了 还是说回来 朱军就不一样了 朱军这个人的话呢 反正央视那么多的这个主持人里面 我觉得最装的就是他 最做作的就是他 最拿不出手的也是他 几乎整个的这个 他主持的节目的话呢 只要有他出现 我就不会看了 但是我必须要说啊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令人那么 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 节目主持人呢 他也有权利 接受到 公正的这个审判和司法的这个待遇 而整个的这个朱军的这个性骚扰案 所谓的性骚扰案 让我看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啊 一帮人通过这个网络小作文 大字报的形式啊 把一个人给搞了社会性死亡了 说实话 整个的案子我记得挺清楚 一开始这个消息传出来啊 包括我包括我身边的人 没有一个人同情驻军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 那个做作的样子太讨厌了 哭不出来 有时采访人家假哭 对吧 特别的做作 就觉得你你你确实是这个证据确凿啊 但是后来的这个随着这个事态的进展 越看越不对啊 越看越觉得这个小姑娘有问题 一直到了现在的话呢 完全啊 可以说他的这个做法不新鲜了 当时说句实话 这个还没有很多像像他这种做法 现在一看的话呢 就知道他他做的是一个什么事情 他这个案子的话呢 简单的跟大家来聊聊 据这个玄子本人的这个叙述啊 在差不多45分钟的时间里面啊 他和朱军老师两个人在化妆间里面 那个化妆间的话呢 整个的门是敞开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锁 而且那个门也从来是不锁的 也锁不起来 就是一直是半敞开的状态里面 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呢 这个玄子说啊 他说朱军对着他隔着衣服啊 就进行那种这个上下起手 就开始有这个猥亵的动作啊 咱们不管这个话真的假的 咱们但说句实话 你朱军行走江湖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吧 哪怕你之前是有一些 跟那个这个权权权色交易吧 对吧 利用自己的权利啊 这个这个那个 不知道他有没有 也许人家就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 只是比较做作而已啊 咱们就说退一万步说 哪怕你朱军之前真的有 这种这个下三滥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你一个老江湖 怎么可能就在这个工作单位里面 对吧 一个公开的场所都不是一个 私下封闭的场所 你就这个 对一个小姑娘就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而且这个玄子还说的话呢 这个隔着衣服就对他猥亵了 至于吗 他都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 他需要对你隔着衣服吗 这个是一个疑问 对吧 而且后来他说的话呢 他说中间啊 直到这个 这个说句新里话的这个严维文 严老师进来以后的话呢 这个朱军停下来 然后这个他自己仓皇而逃 但是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严维文专门去海淀区人民法院 发了一个声明 证明他整个的这个六月份里面 也就是事发的那个月啊 他就没有去央视 录过那个节目 那最后一看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 而且那个严老师还按了自己的手印啊 那这个玄子一看这不行的话 就就又改口了 他说这个啊 他记错了 也是玉军剑 你可以这样随便乱说吗 这个也就罢了 说句实话 这两个人 有可能是被搞错啊 如果你不是说一直看他们唱歌什么的话 有可能是被搞错啊 但是我觉得第一啊 你是央视的工作人员 你是实习生啊 按理说观众不熟悉的可以搞错 你说你搞错 这个话我就打一个问号了 而且后面的话呢 你整个的你看到他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啊 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比如说在开庭前啊 第一次开庭前就直接把这个审判长的名字啊 在微博上就就公布出来了 这个动作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别的不说啊 你如果在加拿大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直接你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可以说你是一个藐视法庭 涉嫌司法这个妨碍司法公正 你这是什么 你这个就是在给舆论造势啊 就是自己立于一个仿佛是一个不败之地 这个案子最后判下来对你有利 当然不可能因为你拿不出证据嘛 对吧 你也知道你没有证据 我心说得亏啊 这个朱军啊 没有在他这个身上留下DNA 因为平时朋友之间同时之间 对吧 也很正常 小王 你过来帮我看一下 对吧 小李 这个你碰一下也很正常啊 如果真的有这个DNA的话 那朱军真是百口莫辩啊 现在想想真的是挺挺后怕的啊 但是当时整个取证就是没有 然后这个第一次这个庭审之前 就把这个审判长的名字就出来了 中国的法律啊 我觉得还是太宽容 当然我们整个的这个法治化的这个社会啊 还在一个这个进程之中 还在朝着这个努力的这个方向之中 还没有没有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法律的方方面面吗 对吧 如果以加拿大的法律的话 直接直接就是告你藐视法庭啊 你都不用那个什么了 你就直接直接你要承担你自己的这个后果了 但在中国的话 你看一个人在网络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小作文大字报 对吧 他就没事 那最后的这个结果当然是就不了了之嘛 不了了之的话呢 然后又是拉一波对吧 说的好像是因为中国整个的这个司法不公正 然后这个滥用这个自由裁量权 乱七八糟写了一堆东西 当然他是用暗示的这个笔法在写啊 但整个的你看下面这个跟贴的他的一波粉丝啊 就就就就就就全被他利用了嘛 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以现在的咱们的话说啊 枪手 帮他在顶的也有啊 包括后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啊 你现在看起来的话啊 就是你会感觉好像似曾似曾这个相识 非常像什么 给我一个感觉就像一个杭州的那个林申斌一样 时时刻刻的好像那些这个艰难困苦啊 好像都有人这个24小时给你拍下来的一样 你想林申斌那个那个事情也是一样 怎么可能有人这个一天到晚对吧 天天把自己这个愁眉苦脸 哭得像个鬼一样的照片 天天去发一张呢 结果是什么 结果人家那是生意啊 他那个事情先不说 整个的这个这个周小姐或者说玄子她的这个事情呢 你去看她整个的那个微博啊 整个的越看就是味道越不对 几乎每次有这种所谓女性权益遭受到这个不公正的这个待遇的时候啊 他都会作为一个好像社会良性一样的跳出来说一句 评论一番 拉一拉一波仇恨 对吧 掀一波这个高潮 每次都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自己这个案子呢 一拖再拖 为什么呢 没有证据 因为你拿不出证据啊 他甚至还提出过一个什么口号呢 希望能够把心理医生来作为这个判罚的依据 当然被我们的这个司法系统给驳回了 大家知道他的这个案子走的是民事诉讼 不是刑事 因为他只是一个涉嫌性骚扰 不是说性侵犯啊 性侵犯的话可能就直接检察院起诉了 他是涉嫌性骚扰 涉嫌很重要啊 他走的是民事 民事的证据的话 他不是像刑事那种案子 要求你的这个证据是完美无加 100%要支持这个结果的 整个的这个证据的这个闭环要非常的严密 民事诉讼的话 换句话说你只要你的证据能够比朱军老师的这个政治更有说服力 你就赢了 但是显然他做不了吗 因为后来所有的这个情节啊 就证明朱军确实是无辜的 我一开始就说了 我对朱军这个人没有一根头发的好感 这个人整个在文艺上里面 可以说整个中央电视台里面 我最不喜欢的几个主持人之一吧 你看同样是一个这个莫名其妙就被消失的这个老毕 反而很多人很喜欢朱军 好像我看替他说话的人并不多啊 当然我我相信也有他的粉丝在 也有他的粉丝在啊 但咱们说回来有一说一吧 至少说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朱军是无辜的 因为在后面很多事情咱们现在看起来啊 这个手法就很熟悉了 对吧 你像这个CNN啊BBC啊 这文章就来了嘛 对吧 像什么说什么那个中国职场性骚扰案件 对吧 推迟开庭啊 这个令人产生挫败感 为什么推迟啊 就是那个周小姐主动申请的 一拖再拖一拖再拖 拖了那么那么多年 终于出席了一次 对吧 为什么要一拖再拖 他要的就是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比如说迎合西方的这个metoo的活动啊 对吧 为女性好像站出来要平权啊 但是你发现的是什么 每次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呢 他整个的这个准备啊 太充分 太精心 设计的痕迹太明显 一有这个公众场合 然后就这个做好了这个标语的这个 这个牌子 对吧 包括说在公众场合里面 别的不敢说 我觉得这就是说 至少说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算不是本事的本事啊 我就看人还挺准的 这个周小姐的这个人 反正我我第一眼看上去 这个人给我感觉不舒服 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 看上去是 反正我不相信他是无辜的 当然我相信最后法律的判决 如果最后 比如说他现在已经说了 他要坚持上诉 确实呢 他能够拿出这个证据 能够证明朱军确实对他有动作 那我还是相信他就是一个好人 但是以目前整个的这个案件的走向 再加上他整个的这个人 呈现出来的状态 不是有句话叫向游新生吗 对吧 这个这个悬子 反正我看上去 我不觉得他是无辜的 好看难看这个话就不说了 一个他一个他的那个朋友 卖烧 这好看难看咱们就不评论了 这个反正这个 每个人的这个 眼光不一样 这咱们就不说 但是这个你看他整个的这一系列的操作 现在其实你看起来就很熟悉了 因为以他这种手法 在中国这个 比如说你跟境外一些NGO 对吧 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他那个朋友卖烧 好像据说就有这样的背景 然后包括你看整个今天 这个北京海淀法院一宣布 对吧 一审驳回 然后这个BBC的文章又来了 对吧 又是说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这个那个 反正这个案件啊 我就告诉你 只要你把它闹大 最后你判了也好 没判也好 都是中国司法的失败 为什么呢 判了就是你中国的这个 利用一个这个权力对吧 欺压女性 他可以从道德角度审判 你没判的话呢 司法不公正 你看这个手法多好呀 说句实话 一个是他这个案子 一个是前一段时间 那个 阿里的那个所谓的那个 猥亵啊 对吧 王某文 关了15天 现在呢 整个的已经开始反诉了 说句实话 原来呢 我觉得他那个案子啊 就这个阿里所谓的那个性情案 我觉得应该就到那应该句号了 但是我这两天 我再看看 我觉得这个 他老婆的那个反诉 我是支持的 为什么呢 现在的这个社会啊 说句实在的 造谣污蔑的人 代价太低了 没有代价 就是随便一句话 对吧 随便几篇小作文 一个大字报 煽动着大家的情绪 哎呀 催人尿下 对吧 整个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说着这个 说着那个 也不管真的假的 一大波人 整个的这个口水淹过来啊 你最后这个这个案子 法院判和不判都一样了 就是朱军已经 已经射死了吗 社会性死亡了吗 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一次 两次的发生 我觉得这个现象啊 必须要改 目前说句不好听的 整个的我倒为男性啊 开始担心起来了 男性怎么保护自己权益 比如说你说这个 我们的城管 对吧 在执法的时候 现在就像这个警察一样 都有执法记录一样 为什么 就是有很多诬告的人 以前 以前的这个城管 确实执法的时候 有很多这个打人骂人 很不文明的现象 现在有些地方还有 但整体要好多了 但是现在反而是什么多了 现在反而是那种滚刀肉多了 就有些女的什么 一看你城管来了 明明是他这个 这个违法摆摊 还没有城管 对他有什么那个肢体上的接触 直接就把衣服脱光了 就往人身上一靠 稍微你要 你要对他这个 有一些这个言行上的 一些这个很激烈的动作 一哭二闹三上掉 地上地上打滚 对吧 好在现在有什么 现在能够当场拍下来了 你现在在做这种事情 没有任何用了 但是我想说 大部分的男性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 如果说比如说 今天朱军老师 对吧 他可能就说这个小王啊 来你来一下 拍了一下 好了 这个DNA到他衣服上有了 那这事情也许就真的说不清楚了 怎么保护自己呢 我现在想来想去啊 没有办法 第一大门敞开 如果你跟一个异性 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啊 首先大门敞开 第二啊 尽量不要单独 跟一个异性 在一个场合里面 有第三个人在 这个比较容易说得清楚 实在要在的话 而且就咋 不用不用把它太妖魔化 如果你如果你知道 那个人是你朋友 也就算了 当然这个怎么讲 就是很多人 你觉得是朋友 对吧 但最后的话 可能做出来的事情 未必 比如说老B 那个不就被人拍下来了吗 拍下来那个人一定是老B朋友啊 但只不过后来发到那个某些群里面被别人利用了 对吧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觉得你你私下里面会在同一空间里面待在一起的异性 你信不过的话 那你就也要拍下来保护自己 最好的话就不要了 就不要跟异性待在一个空间里面啊 因为现在看看确实挺可怕的啊 你像这种随随便便的对吧 通过这种煽动情绪 而且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假女权 说句实话 迷途我是支持的 你像那个 这种现象在所有国家都有啊 不单是美国啊 哪里没有啊 不单是女性啊 不单是这个男性利用权力 怎么女性也一样的 不要以为性骚扰 只有只有这个男性骚扰女的 现在中国很多 女的就骚扰男的 每天都傻了吧唧的 硬往男人身上靠的 人家早就结了婚了 这种女的在职场里面并不少啊 不管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男女平等 不管你男的女的 对吧 你利用自己权利 你对自己的这个同事也好 下属也好 进行这种骚扰 言语也好 这个行为也好 不可以容忍的 法律面前就是人人平等 你通过那种所谓那些煽情啊 所谓那些催人尿下 对吧 叫着各种各样理想主义的口号 对吧 好像你只要在网上振臂一呼 大棋一挥 一个人就社会性死亡了 这种事情啊 不可容忍 这个是对什么 是对女权的侮辱 打着女权的旗号 但是其实是在什么 就是在反女权 就跟以前那个文革一样 对吧 举着红旗反红旗 一模一样 这种人只会让什么 只会让女权的这个努力啊 倒退很多年 法律面前讲的是事实 不需要大字报 不需要煽情 需要的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最后我想说啊 如果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 上层的这个部门能看到我这期节目的话 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啊 以后啊 对于这类的案件的话呢 咱们这个规范的做法一定要走法律程序 只有法律程序走不通的时候 你才可以在你的这个任何的媒体上 你放出去这个消息 不然的话 一律以诽谤罪处理 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诬告的成本 代价太低了 朱军是是做做 是令人讨厌 至少我不喜欢他 但是至少说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他是清白的 他讨厌不等于他 他骚扰过你 这是两件事 而且有人说 我们以后应该一个案件两座 什么叫两座呢 当庭就判你是不是涉嫌猥亵 或涉嫌性骚扰 如果不成的话呢 当庭马上宣布反叛 另一方是诽谤 这个我觉得不对啊 这个你是那个包青天看太多了 真实世界里面不是这样 但是两个案件 你这方面的这个 你告他这个性骚扰的这个证据 可能不足 反过来啊 朱军如果反告他 很可能告他这个诽谤的证据也是不足 但是问题是告一不告出 朱军这个代价已经发生了 而这个女的 莫名其妙的 好像变成一个女权的一个斗士一样 傻了吧唧的这种事情 也已经发生了 我不会偏袒 有权有势的一方 我也不会偏袒 就是好像是这个女性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 不公正的一方 站在一个中间的一个立场 我想说啊 诽谤的这个代价太低了 诬告的代价太低了 必须要走法律程序 你像这个互联网不是这个关于这个饭圈有一个清朗运动吗 对吧 我觉得你关于这个诬告上也要有一个清朗 只要是没有走法律程序的 你在公共的媒体上你不可以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诽谤啊 所有的哪怕是真的 罪犯 证据确凿的罪犯 也必须由法律来审判 法律没有审判的时候 你就说他是一个杀人犯吗 你没有人没有一个人 有这个权利 代表法律来说这个话 有人不相信中国的司法 整个的案件还没调查出来 就说这个不公正 那个不公正 你这个就叫耍流氓 像你这种流氓 看到一次打一次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什么都不问你就说不公正啊 你不就跟那个脱光衣服 往那个城管人身上靠着那个滚刀肉一模一样吗 不打你打谁啊 必须 我觉得第一个要走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走不通的 你再在媒体上发声 这个我是支持你的 但是你还没走呢 你就直接直接夸夸夸夸夸的一说 这个就属于啊 就属于耍流氓 第二个 我支持所有的被诬告的人 要反诉 不反诉的话 像这种风气啊 只会越来越盛 诬告的人 诽谤的人 一定要付出代价 而且我们的法律 有关的法律 判得要重 一定要判得重 这个这个是怎么一个原则呢 从众判 比如说他证告 告你是强奸 告你是什么 如果不成的话 就根据诽谤罪来定 这诽谤罪应该怎么定呢 诽谤罪最高的那个年数 和强奸罪最高的那个年数 看哪个更高 取那个更高的年数判你 这就是代价 不可以让这股风气就这样长下去 不然的话说句实在不好听的 这个 女性为自己辛辛苦苦维权 围了那么多年 围到最后就变成这么一个东西 这叫围权吗 之前做的那些努力 不又白费了吗 不要反而因为这样的几个人 反而让人看不起 我是一直是支持女性要维权的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 像这个玄子啊 包括像那个脱口秀的杨丽 那个是女权吗 好吧 关于朱军这个案子的话呢 我相信后续还有 因为玄子的话 已经明确表示要 这个继续上诉了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可笑 大部分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的这个舆论 不过全是觉得朱军是很可怜的 好像很少吧 差不多是28开或者37开 是还有人是站在这个玄子这边啊 大部分人的眼睛还是血亮 最后呢再说几句 这个OJ Simpson的那个案件 那个案件呢 就是当庭 他杀七案不成立就放了 然后那个2008年 因为他是在1999 9596吧放了啊 就把他给放出来了 然后但是在那个2008年的话呢 有人说这个天网灰灰输而不漏啊 他因为这个持枪抢劫的这个名义的话呢 被关进牢里面 而且是长达33年 你觉得是是吧 我告诉你不是啊 最后这个事情的结局是什么 2017年 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吧 这个OJ就被保释了 提前释放 他是一个有钱人 他是一个能找到很好律师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区别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 我还给你 感谢观看